大家好 我是鼻子DES 身為一個耳鼻喉科跟整型醫生 我非常了解這種感冒卻不想出門的心情 這種人分幾派 你是哪一種 第一種 清淨無微派 有時候我覺得只是需要幾天就會度過 所以給我幾天清淨清淨就可以 第二種 費用派 看醫生可能需要支付診療費用 而且可能需要進一步的檢查或是處方藥物 這可能會增加負擔 現在有健保 可以先去小醫院看診 可能只收掛號費100塊錢 第三種 遠距離派 有些人可能覺得看醫生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跟精力 例如預約醫生 等候時間 交通等 第四種 對醫療系統的不信任 某些人可能對醫療系統抱持懷疑的態度 擔心接受不必要的檢查或治療 或者可能對醫生的專業能力缺乏性侵 醫生你到底在看哪裡啊? 我在看這啊 這個嗎? 對對對 蛤 不能照搞念啊 如果你是上面任何一派 那你就需要看這一集 看完你可能會舒服一點 如果你真的還沒有時間去看醫生 身為醫生的我 可以先推薦你一些前置性的做法 一 休息和睡眠 給身體足夠的休息時間是 恢復健康的關鍵 儘量多安排更多的休息時間 並確保有足夠的睡眠 如果真的有要緊的工作 那就是坐一下或休息一下 跟同事說如果我命沒了 那他的工作就會更辛苦 第二點 足夠的水分 保持良好的水分攝取 對於病毒的排除 跟保持身體水分的平衡非常的重要 多喝水 溫熱的湯品 或是其他非咖啡 非酒精的飲料 通常我也會去買一些 電解質的運動飲料放在床邊 小朋友如果因為身病的太厲害 造成食慾不佳 脫水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電解質的運動飲料 來補充體力 維持一個正常的活力 三 保持溫暖 感冒時保持身體的溫暖 有助於減輕症狀 穿著舒適保暖的衣服 特別是在冷氣房中 感冒的話 我們不建議開太強的冷氣 以免刺激呼吸道 造成咳嗽 有痰的症狀變得更厲害 還是可以開冷氣 對對 還是可以開冷氣 就不要開太強 四 相對濕度 在室內保持相對濕度 有助於緩解喉嚨乾燥 或者是鼻塞的症狀 有的時候如果在天氣乾冷的冬天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加濕器 或放一盆水在室內增加濕度 五 使用蒸氣或是溫熱膚 蒸氣可以幫助舒緩鼻塞跟喉嚨不適 泡個熱水澡 讓呼吸道比較舒緩 這也是我建議的方式 漱口與喉嚨清潔 我們可以利用要用的漱口水 每日兩次漱口 減輕喉嚨發炎情況 以及疼痛感 多飲用溫水 也可以舒緩喉嚨不舒服的症狀 最後一個 訂閱鼻子醫生頻道 有問題可以留言 還可以變美 訂閱了沒 以上是屬於成人感冒的一個 前期的治療方式 但是如果家裡是小小孩 或者是你的感冒變得很嚴重 發燒 咳嗽不止 我建議還是就進了醫療診所 不管是大醫院或者是小診所 去進行醫療的協助 有時候尋求醫療的幫助 可以加速你的病程的恢復 所以幹嘛拖那麼久呢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是鼻子醫生 我們下次見